大家好在这一章我将和大家主要探讨填充样式这样一个主题 那么填充样式主要是针对我们之前一直有过使用的feel style这个状态属性来说的 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 之前我们使用feel style的时候所负的值都是一个颜色的值 那么如果feel style只能赋予颜色值的话 这个属性为什么不叫feel color呢 事实上feel style不仅仅能设颜色值还可以设其他的情况 在这一章里就对除了颜色以外的其他的style进行一个讨论 feel style能被设置的第二种情况就是一个渐变色的填充 渐变色又分成线性的渐变色和镜像的渐变色 我们这一小节先以线性的渐变色的设置为例 来看看feel style如何使用另外的一种情况 那么设置一个线性的渐变色大体上可以分成两步 在这里又涉及到了converse的两个新的函数 第一步是使用一个叫做create linear gradient的函数 这个函数传入了四个变量 分别是x start y start和x end y end 它们构成了两个坐标 这两个坐标构成了一个线段 那么这个线段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的渐变线 渐变线用于定义渐变的方向和尺度 对于这一点在后续的例子里还会做具体的说明 那么第二步就是在渐变线的基础上添加color stop 这个方法呢叫做end color stop 每一个color stop是渐变线上的一个关键色 那么对于定义一个color stop来言 要传入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stop是一个辅点值 来决定这个关键色的位置 第二个参数是color来决定这个关键色是什么颜色 当做完这两步之后 这个grd的变量就可以作为feel style 传入这个状态属性中 那么这样讲可能还是太抽象 下面我们来具体的举一个例子 大家看完实际的范例后 再回来看这两步就会非常清楚明白了 下面大家看到的这个代码 是我编写的一个最简单的来演示线性渐变的一个程序 大家可以看到在获取了上下文绘图环境之后 下面我开始定义线性渐变填充色这样一个变量 我给它起名叫linear grand 那么使用的方法就是contact.createlinear grand 那么在这里这个渐变线的起始坐标 我定义成00 宗旨坐标我定义成800800 表示是一个从左上角00点一直到右下角800800 这样一个方向的渐变线 那么这个渐变线正好也跨越了我们的整个这个画部的屏幕 那么下面我在我创建的这个linear grand上创建了两个关键的颜色 那么在这里使用and color stop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表示这个关键颜色的位置 在这里注意这个关键颜色的位置被划为了从0一直到1之间的一个浮点数的表示 也就是最小值取0表示起始的位置 最大值取1表示终点的位置 那么在这里头这个示例我非常简单 在0也就是最起始的位置 我将渐变色取成白色 在1也就是终点的位置 我将渐变色取成了黑色 那么这样声明的一个线性渐变 实际上声明了一个从左上角00到右下角800800 由白至黑的一个渐变色 之后我创建好了这个Linear Grand的这么一个线性渐变的填充样式之后 就可以把它付给contact.feel style 之后的绘图方法和我们讲的都一样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屏幕中产生了一个从左上角白色 一直到右下角800800的位置 黑色这样的一个线性的渐变 相信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就已经能够非常好的掌握线性渐变色的使用方法了 那么在这里呢 有几个注意点 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首先就是当我们创建好了这个Linear Grand的这个变量后 按Color Stop是可以添加无数个的 只要大家愿意按照自己喜欢的顺序来添加关键的颜色就好 那么在这里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添加了五个关键色从0白色到25%的时候黄色 一半的时候渐变成绿色 75%的时候渐变成蓝色 最后终点渐变成一个黑色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就是从白色渐变到黄色绿色蓝色直到黑色 这样一个过程 是不是非常酷 第二点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之前创建的这个线性渐变色 所声明的这两个坐标形成的渐变线都是倾斜的 那么事实上这条渐变线也可以是水平的或者是垂直的 那么就会形成水平的渐变和垂直的渐变 在这里我们简单的实验一下 比如说我把这个参数改成0 那么就是一个从00点一直到800点这样一条水平的渐变线 我们看看此时运行的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渐变是水平的从左到右一次进行的 那么大家一定可以想象 如果我把坐标点改成0800的话 也就是一条数值的渐变线 那么此时渐变色就是从上到下一次发生的 像这个样子 那么之前不管是水平的还是数值的还是倾斜的 我们这条渐变线全都跨越了整个converse 的画布 那么如果我们这条渐变线只指定到了converse画布的一部分会怎么样呢 那么在这里我们做一个实验 如果我们把这个坐标改成400400 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声明了一个从00到400400之间的这样方式的一个线性渐变 那么400400之后的那么大区域的部分颜色会怎么显示呢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我们创建了一条倾斜的线性渐变 这个线性渐变到400400的位置结束 在结束之后的其他的部分显示的是结束时的颜色 在这个例子里也就是黑色 那么同理我们也可以想象我们所创建的这条渐变线可以超过我们所定义的画布的最大值 比如我们从-200-200出发 那么一直到10001000 但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画布呢是从00一直到800800的 那么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定义在画布外面的白色的关键的渐变色和这侧黑色的关键的渐变色就不会显示了 当然了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所绘制的这个填充的形状也不一定是占满整个画布的 我们可以任意的选择自己填充的形状 这个填充的形状会在我们定义的渐变线上找到合适的填充色 进而填充出来 比如在这个例子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绘制了一个从200-200为左上角 长宽个为600的正方形之后 定义在这一部分的黄色渐变也就消失了 相信有了上面几个例子的演示 大家对于如何使用线性渐变应该是非常了解了 那么最后我们花一点时间 稍微改造一下我们之前制作的这个星空的代码引入线变的效果 那么我们先简单的改几个地方 首先呢这个图像呢 我给它改成一个长方形的 为了看起来视野感觉更加广阔一些 其次我们学习的地方就可以用在这里了 之前我们绘制整个背景使用一个纯黑的颜色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渐变色 创建的方法呢 是首先我创建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我把它叫sky style 使用刚刚学习的create linear gradient来进行创建 我创建的渐变线是从00一直到0和这个画图的高这个坐标 大家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数值的渐变线 之后我为这个sky style加入stop color 那么在这里头我加入两个color style 从起点的黑色一直到终点 这是一种深蓝的颜色 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一个有渐变效果的天空的样式 最后我把这样的一个样式呢 付给contact.feel style 那么这个改造呢就基本完成了 之前我们绘制的这个星星 由于想让大家看得更清晰 所以绘制的比较大 那么在这里呢为了效果 我把这个星星的大小再稍微的放小一些 另外我想改的一点 之前我们的星星是充满整个屏幕的 现在呢我想创建出天跟地的效果 那么为此呢我生成的这个星星的位置在外坐标上 就不想生成的太靠下 我就可以在这里再加入一个系数 比如说是0.65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此时生成的星星的外坐标将是从0开始 一直到这个converse高度的65%这个区间的范围里 也就是说整个画布下面35%的区间范围里不会产生星星 那么现在我这个函数就改造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是这样的 是不是非常的酷 有了界面色 我们就可以创建出类似景深一样的效果 可以让我们的整个图像看起来更逼真 当然了界面色在很多时候也会用在别的地方 比如说在icon里或者是在一些图标里创建出近乎立体的效果 会用程序写界面色了以后 更关键的是如何找到合适的color stop 使得整个图形的表现力更好 这就需要一些设计上的功底了 大家可以多看看别人成熟的优美的设计作品 相信慢慢的也能绘制出属于自己的绚丽的图形 大家加油